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双中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在进入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有好康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们全球生日派对啊 即将要准备开始了好吗 还没有记名信配的 麻烦请大家手刀加快 OK 我们全球生日派对呢 即将在台湾台北8月30号的晚上8点 要在我们YouTube平台线上直播 进行抽奖活动 所以想要获得我准备好我的生日礼物要送给你 你想获得的话呢 第一请订阅我的电子报 第二请写一张生日卡片或者是明信片 来到我的邮政信箱 那一些活动详细的相关规定呢 都会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来有详细的说明 请大家务必详阅之后来参加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全球生日派对呢 还会来分享更多好康的消息之外 也会有每年大家非常期待的限量礼盒好吗 所以呢如果呢 想要来了解所有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直播那天一定要来好不好 好那我就不耽误大家的这个 双中的尿运式牌卡解读的时间 那如果你想参加我们这个 寄明信片的这些活动的内容呢 请大家参考影片下方资讯栏 好吧OK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OK 首先呢 说你做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呢 你的开场讯息是第一个 就是要告诉你 这两到三周 所以我感觉呢 你的颜色比较偏向于蓝 蓝色紫色都可以 或者是电蓝色也行 因为我看到的那个颜色很像一个光谱 就是浅蓝 然后到有点深蓝 然后接下来有点深 然后接着有点深紫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最近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你最近是喜欢晕染的东西 或者是呢浅蓝到这个紫色 我觉得都是适合你的色系 你可以自行灵活运用 搭配在你的服装饰品配件 或者是水晶上面 好吧OK 那你们有一些人 最近好像会去研究 有关于琉璃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玻璃的东西 或者是哪些东西 可能是建成的 也会蛮吸引你的眼光的 OK好 好 接下来呢 第二个要提醒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双鱼座的朋友们 最近好像很喜欢吃甜不辣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的就是那种 像那种关东煮 你可能也特别喜欢 就是我看到 好像是一个汤里面 然后煮了很多 像甜不辣的东西啦 菜头啦等等之类 最近可能或许你爱吃火锅 或爱吃关东煮 我觉得这两到三周 应该都是你蛮喜欢的一些小点心 OK好 那第三个呢 要来提醒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就是这两到三周 你们某部分的人呢 可能会去买键盘 那这个键盘呢 有可能是比如说像这个iPad 他可能需要一个新的键盘 或者是你原本的键盘坏掉了 甚至是有一些人 你们最近会买什么送键盘 我觉得蛮奇妙的 买什么可以送键盘 我也蛮好奇的 反正呢 最近就是你有一些打字的啦 或者是一些硬体设备要升级的啊 特别是键盘这个部分 你会特别讲究 OK好 那其他像什么滑鼠类啊 什么滑鼠垫啊 我觉得某部分的人会去添购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 你想换一个新的键盘 那有一些人你们会去换那个 那个 那个怎么讲 有一些人你们会去换那个 打下去很有声音的 然后甚至有发光的那种 你们也会很喜欢 好不好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样子啦 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次 你的双周能量运石排卡解读 首先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这个权杖一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的 四件是宝剑石 OK好 那这张排卡是天使跟宇宙 要给你额外的补充讯息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信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双宇宙的朋友们 那请小伙伙伙 让我去感受一下 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好 我觉得双宇宙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能量场 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 OK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挑战 但也有一点 我这样讲 会不会双宇宙的陪我们打 就是有一点挑战 但也有一点辛苦 但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权杖一 它是你的挑战排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月亮排卡 还有钱并4 然后还有这个钱并9 我会觉得这三张能量排卡 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 你的整个人给我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对于在过去跟你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 世界梦想目标 你是对这件事情保持乐观的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有发展性的 或者是有潜力的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是很愿意投入 这个在跟你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里面 OK 甚至呢 这件事情 在某部分的双宇宙的朋友们来讲 它是已经有点像是深耕大地了 有一点看到一点成绩了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里面有发挥你的天赋 发挥你的能力 把这件事情 或这段关系 或这个合作做得更好 好 我觉得这是我在过去看到的能量 但是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当中 你抽到一张牌卡 是恶魔牌卡 还有圣杯石 然后还有这个是钱并女王 OK 这张牌卡呢 为什么我会说 好像有点挑战 但也有点辛苦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跟你交手 像观众会人数 世界梦想或目标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它是的确满足你 也感觉进行的还不错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很认真 所以你很认真的同时 你就会越用力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这么好 我要把它做更好 我这个月赚100万 我下个月目标要垫到200万 这段关系现在已经进行这么好了 那我一定要让它再升级 它比如说以前跟我暧昧 现在要跟我交往 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会感觉这个push的能量场 或者是要提升能量场 蛮大力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挑战 是你自己找来的呢 还是说这个挑战是 目前你们的状况所遇到的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 我尽可能都提到 所以这个钱并女王 加上这个钱并9 其实就是 其实你很希望 它可以变成这个钱并10 我这样讲 因为如果钱并10跟圣杯10 那我不就很棒吗 我就算两个10都被我拿下了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 你就会有点想要推啊推啊 push push之类的 然后呢这个恶魔牌卡呢 这是两个人被绑在一起 所以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 本来就抱有希望啊 这边有一个星星 你当初坐在这个月亮牌卡上面 即使有什么样的困难 都被你穿越过去 你对这一个交手相关重要人数 是很抱持着蛮好的一个态度的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感觉啊 你的这个欲望 就是想要控制的这个欲望 或希望它可以更好的欲望 会在现阶段能量场呈现出来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它有点挑战 但是呢其实也不错 可是也会造成你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一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在这边啊 你有点像是急着 或者是要去找到 要往哪个方向去做 或者是怎么样会开花结果 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才可以推进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你的挑战牌卡 你呢急着去做或者是不怎么讲 他们叫我重新再说一遍 不好意思啊算不错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 你如果急着去做的话呢 你要去思考你的这个push 或这个动力或这个压力啊 你压在自己身上就算了 会不会造成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也有相同的压力 因为这个权杖一拿出来 就有一副就是我要去出生了 我要去打仗了 你要跟着我 因为我们可能是捆绑在一起的 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嘛 所以这可能也会让别人觉得你很 很很专制 或者是你很就是 你说什么我们就要follow you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你就很push 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来到未来的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公平与正义 justice跟judgment 然后还有这个保健骑士 所以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 这两张牌卡呢 我先给你看这个judgment跟这个justice 我个人会感觉在未来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是一些梦想或目标的 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太急 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你注意看 你这两张牌卡都是在寻求一个平衡 ok 都是在寻求一个平衡 然后你身边的人 其实他们还是很爱你的 ok 就是他们其实也支持你可能在这边有这些想法 ok 而且你所付出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会有回报的 但是这个justice 给我有另外一个感觉 你注意看 这边是一个心脏 这边是一个酷骨头 他们要跟你讲 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 这个心脏有点代表热情 好吧 酷骨头呢 有点像是代表你的精力 所以他们说热情跟精力要保持在一个平衡 不然你会有点像是 你用立过的头 你会失去对这件事情的热情 你的精力也会耗尽 这个就是这张牌卡要表达的意思 那你在身边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个人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主要是你可能要注意这个东西 可能会太push ok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个保健歧视呢 会给我有一种感觉 你是想要杀出重围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就是保健石 ok 所以我才会提醒你 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用好的话 反而你看你在这边哭哭 你有看到吗 你在这边哭哭 然后呢 你的心在这里被十字保健插着 所以我才会说你的力道不要过猛 ok 你要避免这个保健石 就是力道不要过猛 不要硬要冲过去 你身边这些人啊 其实我为什么会请你不要太过了头 就是你看他们在这边啊 好像有点跟你求饶说 不要再这样子了 好危险了 或者是不要再这样子 我感觉压力好大 所以呢 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要你所付出的 想推动的 好像这个心被刀扎一样 就别人不懂你的辛苦 别人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望 或者是别人会觉得说你干嘛这样 这个可能你自己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心理压力 这个是我觉得你要避免的 好吧 除此之外说实在 我觉得双鱼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力道稍微抓一下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看你的牌跑得很快 我完全还没有洗 他就飞出去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细节 要提供给我们双鱼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好吧 我觉得我知道你是求好心切 但是求好心切有些时候也要看你身边的人的脚 能不能跟上或这件事情的时机恰不恰当 好不好双鱼座的朋友们 我这个月已经赚币一百万了 我下个月要赚两百万 然后你现在已经跟我暧昧了 所以代表你一定要跟我交往 所以这样的状况呢 会让人蛮有压力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然后呢 这个钱币4加钱币4呢 加起来变钱币8了 钱币8有点像说我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我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我一定要说个明白 所以我才会觉得你这样子 就算我没有跟你交往 我都觉得我压力很大 我没有跟你合作 我都可以感觉到 哇我的天哪 这个合伙人很逼人 所以呢 我们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看一下 你抽到的是保健六 抽到的是女祭司 然后还有抽到这个是 钱币国王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这个钱币国王 跟这个钱币女王 在这边是一个power couple 所以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太着急 我个人会觉得 不好意思 我现在刚好看一下镜头 你现在呈现的数字是1111 就是我刚刚瞄一下镜头的时间 是1111 他没有我告诉你 麻烦你冷静一点点 你静下心来 你现在交所这个相关重要的人数 他是愿意跟你互相去投入的 因为他们两个钱币女王 跟钱币国王 象征是我们投入的 都是我们诚心诚意 或者是比如说是最大份的那个投入 所以你不要急着去push 他一定要变成这个钱币10 在这里 你一定会看到跟你交所相关重要的人数 他跟你是一心一意 就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祭司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在这边的一些作为 或一些想法 反而要更冷静更客观 最好 因为这个保健流 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担心的事情 他不会出现 他一切会按照一个 你想要或比较平稳的方向去走 你要做的就是 像这个女祭司一样 保持优雅 不要让这个急迫性 或这种推进等等之类的 过分的去展露 或者是让别人感觉到压力 所以这个挑战牌卡 来验证你这个权杖一 是星星牌卡 这个星星牌卡 说实在的 来你注意看 一个是月亮 一个是星星 在天空上 黑暗中的 这些东西都被你抓下来 这个星星跟月亮 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每件事情 他一定都会有 我们认为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相对的不够好的地方 也是代表他是充满希望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 你听不听得懂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好的地方 并不代表他很坏 他很烂 或者是他不够符合我的需求 或者是条件 而是说这个地方 他本来就有机会可以往上 你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个调整 你可以对这件事情 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的权杖一 在这样子保留这种很光明 未来要朝向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的速度要稍微减缓一下 因为星星呢 象征的是需要休息 OK 我觉得你在这边已经够充滞了 你可能需要休息 这一次这张牌卡来验证你 你要一直充一直充 这个权杖一 说实在来蛮吓人的 虽然我很欣赏你的魄力 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好不好 该慢向脚步的时候慢下来 不然你的这个 我跟你讲 星星牌卡跟这个女祭司 同时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趁黑夜的时候 好好的去做一个思考跟规划 第二个就是呢 趁黑夜下来的时候 很安静的时候 好好去听你内心真正所向往的 第三个呢 就是要告诉你 你对这件事情就是跟你交所相关 状况人数抱有希望 但是呢 是一个以这个比较冷静 跟客观的事情去 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麻烦冷静 哈哈哈哈 好在未来这个中控当中呢 你抽到这个是塔牌 然后呢 抽到的这个是钱币六 OK 这个塔牌跟钱币六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跟你讲 你千千万万不要把自己炸干 我刚有跟你讲了 这个精力跟这个你的热情啊 榨干 那你真的想要得到你想要的 反而就失去了平衡 OK 然后呢 在这里judgment就是要告诉你 你投入的他自然会有回报 OK 所以呢 你不要过分的去榨干你自己 你注意看 你这个钱币六啊 你自己只有六颗 你还把其中一半还分给这个人 OK 所以你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 你在充斥跟休息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在感性跟理性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在充斥就是要push 这个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跟对方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如果你这是牵涉到的人的话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拽着这个马车往前走 你也要考量牵涉在其中的这个人 那这张塔牌呢 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按照这种 比较慢一点点的步调 然后稍微缓一点点的话 这个塔牌啊 其实会让你会非常有压力的 你会受到很多的冲击的 为什么你看 这个叫什么暴风雨 你看这个就是乌云泼泼 还有乌云也也 就想要把你这个塔牌吹掉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个保健石 就是你原本好好的 就是你过分的去push它 过分的去付出 过分的去讨好 或过分的去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看到一个进度的话 其实说实在啊 本来好好的 没事你去把这个架构很好的东西 你就把它推倒了 有点像心急吃不了热稀饭 慢慢来就好了 OK 按部就班 最后这张我们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讯息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双一座的朋友们 来 请注意看 来 这张牌卡说的非常之好 为什么呢 这是一张力量牌卡 可是你注意看 这一只狮子啊 竟然会愿意让一个乌鸦站在他的这个头上吗 我们就这样讲 好吧 你看这个狮子在这边大吼 可是呢这个乌鸦很歉意的驾驭着他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狮子不会飞 这个乌鸦他站在上面 这个狮子也咬不到他 OK 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要如何能够优雅的去驾驭你内心的这一头猛兽 这是很重要 这要靠你自己的力量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这个欲望啊 会是无限回圈的 OK 但是当你能够优雅的看着这个欲望 就像这一只乌鸦一样的话 你呢 反而能够去想清楚 你到底要怎么做 或怎么计划 或怎么样去做推动 OK 所以你内心的这只猛兽 你要能够驾驭他 OK 还有一件事情呢 这个乌鸦象征的是一个幸运 所以这边有无限的幸运 正在前方等着你 所以你不要急于一时想要把它通通拿过来 好吧 你不要这个一辈子的幸运 在一天都用完 好吧 每天都有小幸运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双鱼座的朋友们 OK 好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要给双鱼座这一次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帮助好不好 非常感谢双鱼座的朋友们收看我的影片 但是呢 也要请记得 赶快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 时间在台湾8月30号晚上8点 请记得 看到我的邮政信箱 订阅我的电子宝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祝福你双鱼座的朋友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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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